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截止目前 胡人今年夏天最大牌的影员就是贝弗利了 胡人获得了一个具有首发实力的3D型控球后卫 还清理掉了10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所以这波操作还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胡人想尽办法的操作 似乎好像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两年前 因为你会发现贝弗利和卡鲁索实在是太像了 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洛杉矶胡人与犹他爵士完成一笔交易 曾经可以换遍全联盟的塔伦·塔克 加上斯坦利·约翰逊 最终从犹他爵士队换来了老将帕特里克·贝弗利 贝弗利上赛季是明尼苏达灰狼打经纪后赛的关键球员 灰狼在今年2月还和他提前续约一年 7月份在灰狼与犹他爵士 关于戈贝尔的重磅交易中 贝弗利被当作筹码送到了犹他爵士 对于重建中的犹他爵士来说 用一年1300万美元的老将去做年轻球员的导师显然有点贵 倒不如趁着贝弗利有交易价值的时候赶紧出手 虽然没有换来选秀权 但换来的塔克也有一定潜力 胡人这边失去了一个替补得分点 但获得了一个具有首发实力的3D球员 同时贝弗利的合同下个赛季就到期 胡人相当于提前一年清理出10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所以这笔交易从表面上看是双赢 但是球迷专家们确实很不看好这笔交易 纷纷吐槽了起来 胡人铁杆粉丝吐槽道 胡人用21岁的塔克换来34岁的贝弗利 这是为什么 跟对记者也是质疑 不知道这种交易的逻辑是什么 有点奇怪 但奇怪的是这是胡人的新标准吗 拒绝塔克换洛瑞 如今用塔克和斯坦利约翰逊换贝弗利 希望这不是他们的大手笔 胡人名记丹沃尔可以表示 胡人用塔克换来帕特里克贝弗利 基本上承认了放弃卡鲁索 却约塔克是失败的 现在球队获得了一些必要的防守提升 和被低估的定点投篮 当然真正的性价比 还要看比赛中的实际效果 我今天只是指上谈兵单说一下贝弗利 他究竟能给低估中的洛杉矶胡人 带来什么呢 首先我先说 数据无法体现的就是 贝弗利能为洛杉矶胡人 带来了真胜的氛围 和提升士气的buff 灰狼这个公司的业务团队 拥有许多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公司满足了他们的高薪要求 甚至在招聘时 选择他们的同学和兄弟一起加入 可无论怎么努力 团队的业绩总是非常惨淡 毫无起色 企业高管一筹莫展 于是找来规划部 询问该如何提高团队的业务能力 规划部高管脑筋一转 灵光乍现 他激动地说 不如我们找一个金牌讲师 给团队讲讲狼性文化吧 高管听从建议 死马当作活马医 他们聘请了一个名叫贝弗利的金牌讲师加入团队 贝弗利每天生情并茂地演讲 我将我的理念分享给那些有志向的人 与志同道合者不明生于天下 促进团队进一步 我将我的球技分享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那些还在为季后赛挣扎的人不再恐慌 我将我的能量传给那些需要勇气的人 让他们的天才淋漓尽致地发挥 散发无尽的光芒 此心至真至切 天地可见 听懂掌声 台下作者的爱德华兹 唐斯 拉萨尔眼中 充满着无尽的佩服之情 闭上眼睛 一边上下摆头 一边用力地拍打着双手为其鼓掌 虽然这是个段子 但要说NBA联盟在暂停期间和更衣室内 最有感染力的球员 贝弗利绝对排得上前两名 在我印象里 似乎也只有德雷蒙德·格林 能与他一较高下 你说是洗脑也好 鼓勇也罢 总之上个赛季的贝弗利 确实改变了整支 迷尼苏达灰狼队的球队气质 尤其是精神属性较弱的唐斯 经常低头认真听着贝弗利的针针教诲 但凡事我们也分两面看 贝弗利在灰狼队确实是老大哥 可到了胡人队 论年纪 论资历 他在詹姆斯面前都是个小老弟 詹姆斯具有超强的领袖能力 贝弗利如果想要继续发表鼓务士气的演讲 必须要得到詹姆斯的支持 这就好比学生会领导层 副手的能力再强 也必须有一把手在背后支持 要不然他的工作肯定推广不下去 另外就是他和威斯布鲁克的历史恩怨 能否妥善化解 将直接影响最终的结局 一旦双方彼此不服 那必将是严重的内斗 这是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说完精神层面 再来说技术层面 还是那句话 只有先把贝弗利和詹姆斯 威斯布鲁克的关系捋顺 那才能发挥1加1大于2的效果 否则就是1加1等于负数 贝弗利今年34岁 上赛季场均出场25.4分钟 拿下9.2分 4.1篮板 4.6次助攻 1.2次抢断 各项数据继续保持着职业生涯的平均水准 他是个非常合格又稳定的首发球员 虽然上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 下降到职业生涯最低的34% 但那是受持球三分的低命中率影响 实际上他的定点三分依然很稳定 加入目前的胡人队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在詹姆斯身边打球的适应性 这点贝弗利应该完全没问题 他的球风和卡鲁索比较接近 詹姆斯喜欢这种防守能力出色 还有投射能力的球员 另外 贝弗利的组织能力是个加分项 这会让教练对他的出场使用更加灵活 但我个人意见不能对他唯一重任 目前阶段的贝弗利 无法担任替补时间段得分点的任务 他的持球投篮进攻非常拉胯 上赛季持球投射出手115次 只命中31球 命中率27% 其中三分线外出手72次 命中18球 命中率25% 持球突破方面 本身身高受限再加上年纪大 运动能力下降 突破得分方面威胁大将 上赛季突破攻框127次 命中62球 命中率48% 他突破后有接近一半的选择式分球 上个赛季 灰狼队与贝弗利搭配的球员 几乎人人都可以接球投篮 所以他如鱼得水 但胡人目前的投射能力 还需要比赛验证 所以他根本没法担任一个自主攻击手 担任替补时间段的组织核心 还要和队友磨合 时间不等人 胡人的战绩那是压力 所以索性就让贝弗利当个3D工具人 让威少打的时间长点也开心点 贝弗利在NBA联盟看家立命的两大能力 一直都保持得不错 一是死缠烂打 永不松口的斗牛犬式防守 只要被他盯上的球员 基本上都要掉一层皮 上赛季他的防守胜利贡献值达到了1.7 在外线有着强大的压迫限制能力 场均将对手的三分命中率限制到27.1% 平均降低对手命中率8个百分点 当然他1米85的身高在错位防守方面劣势巨大 内线防守限制对手 命中率到59.7% 对手在他防守下 命中率平均提高3个百分点 所以如何扬长臂短就要看胡人的整体防守策略了 他的加入绝对为胡人的外线防守提升巨大 23分线外接球投篮能力 上赛季三分接球出手156次 命中60球 命中率达到38.5% 两个底角和胡顶右侧45度是他的投篮热区 而且他是个大场面先生 无论多么重要的比赛都敢出手 他绝对是一名值得信赖的外线投手 撕咬式防守 激情四射 能投三分 这不就是卡鲁索吗 如果当年胡人选择留下卡鲁索而不是塔克 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呢 现在还会有更好的化学反应 而不是在一个星员身上博取一种可能性 毕竟卡鲁索已经证明过 自己能很好地在詹姆斯和戴维斯身边打球 当然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人要朝前看 希望贝弗里能帮助胡人重获荣耀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ité